…… 未來電機切隊 你想想當時哪裡來的 我那天下廂 想去超市買東西 經過教導的時候 經過超市 放好電腦之後 拿著小票就走進超市 但是在 出了超市之後 就開不回那個櫃 那個櫃打不開 為什麼會打不開 我也不知道 那最後有沒有打開 開是開了 但是 小偉 歡迎收看今晚的 生活調查團 我是奇奇 小偉最近有一件 非常苦惱的事 就是前幾天去超市買東西的時候 他就把電腦 放在超市的儲物櫃裡面 他買完東西之後 就發現儲物櫃 無論如何都打不開 最後在工作員的幫助之下 才打開了 雖然儲物櫃打開了 但是小偉發現 裡面什麼都沒有 自己的電腦也不逆而飛 那電腦究竟去了哪裡 為什麼會不見的呢 我們今天展開調查之前 同樣也是歡迎各位觀眾朋友 參與我們的有掌問答 調查之前歡迎各位參與 本期的有掌問答環節 本期的題目是 用手機拍攝的超市小票 條人馬照片 是否可以打開儲物櫃呢 A 可以打開 B 打不開 你們有什麼想法 電腦不見了 我覺得最大可能 應該就被人偷了 當然被人偷了 但是我當時已經關了儲物櫃 那會不會你當時沒有鎖好 我當時沒有鎖好 我當時… 把電腦放入儲物櫃 走的時候我還用手 按一下櫃門 看關好沒有 通過小偉的講述 調查員懷疑小偉的電腦被盜 可能是當時小偉沒有關好儲物櫃的門 但通過小偉的回憶 她是親手試過一下儲物櫃的門 關好之後再進入超市 既然是這樣 為什麼小偉的電腦會不見了 到底是什麼原因呢 雖然我覺得小偉的電腦不見了 很有可能是因為她自己沒有關好門 然後被人順手牽約 但是這個推理最後還是被小偉否定了 所以我在想 會不會是因為超市的儲物櫃 用的時間太久 而出現了其他的問題 現在我們馬上去看看 隨後調查員來到超市 觀察儲物櫃的情況 我們現在看到這裡有很多的儲物櫃 單從外觀上來看的話 這些儲物櫃都是比較新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隨便打開呢 現在我馬上來試試 看來想隨便打開一個儲物櫃 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但我試了很多都是打不開的 調查員在沒有小票調人馬的情況下 開儲物櫃的門 但是試了幾個都打不開 於是調查員聯繫了儲物櫃的管理人員 希望從中可以找到線索 你好 我想問你們超市的儲物櫃 用了多久 大約兩到三年左右 兩到三年 那你們儲物櫃都不一樣用怎樣 不錯的 用到現在都沒有壞的 我都看到好像挺新的 是啊 那有沒有曾經試過不用調人馬 就可以打開儲物櫃的 不用那麼久都未出現這個情況 通過對超市管理人員的採訪 我們知道超市儲物櫃的質量是可以順來的 而且都從未有發生過 不用小票就可以打開儲物櫃的門的事件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小偉的電腦被盜呢 又是哪些原因可能打開儲物櫃的門呢 各位街坊有沒有一些新的線索呢 沒有啊 一般都沒有 沒有 被人偷了 或者機器壞了 然後被工作員拿走了 首先個人有原因 但是還有商場也會有原因 我覺得可能是超市裡面監管都不足夠 即是微關好吧 應該是那條型馬它重複了 然後人家會用一樣的條型馬 然後開了儲物櫃 通過隨機採訪發現 很少有街坊發生過儲物櫃的東西 那問到有什麼可以導致儲物櫃的東西不見的時候 有些街坊表示可能是沒有關好門 可能被管理人員收拾到一邊 但這幾個原因都已經被調查員和小偉否決了 於是重有調查員又上網 開始了新的調查 通過了我的搜索 我發現網上比較認同的一種方法 就是拍下你的條型馬 從而打開你的儲物櫃 偷走你的東西 喂 小偉 經過了我的調查 我發現你可能被人踢爬 踢爬?不是吧 打得好像警備片一樣 是啊 你想想 當時有沒有人跟蹤你 照你這樣說 好像是有人跟在我後面的 但是那時候我又不是很在意 通過了小偉的回憶 當時的確有人跟蹤他 那會不會是因為跟蹤他的人 拍下了他手上的條型馬 從而打開了儲物櫃 拿走了一部電腦呢 用電子設備拍下條型馬 是否真的可以打開儲物櫃呢 下面我們首先來聽聽大家的看法 相信嗎? 某一方面來說是可以的 因為條型馬都可以複造 比較細造的 這個再沒那麼多 相信 試過 這個都相信的 通過隨機採訪發現 一部份街坊認為 用手機拍下條型馬 來打開儲物櫃的門 這種方法是行不通的 但是另一部份的街坊 就認為是可以的 但是自己從來沒有知過 而正當我們採訪的時候 我們遇上了一個 跟儲物櫃有重要關係的人 他是誰呢? 要是怎樣看待 手機開儲物櫃這件事呢? 師傅 你是否喜歡 在那邊的? 都一半一半 都算是 因為他們一些搞不定 就去做 因為我看到有很多人 真的沒有一個條型馬 出來的 如果剛好這個時候 我用我的手機 拍下條型馬 再用手機裡面的照片 是否可以打開儲物櫃呢? 這樣啊 真的沒試過 應該可以吧 熟做到呢? 有沒有試過? 不知道 這樣啊? 因為你專業的嘛 這方面 我給我送 沒有 你們一起試一下 沒有 OK 好 原來調查員 遇上了儲物櫃的修理人員 不過這位大叔 和不相信手機 可以打開儲物櫃的朋友 都站在同一條線線 那到底誰是正確的呢? 用手機拍下條型馬 到底可不可以打開儲物櫃呢? 現在呢 我就會配合超市的工作人員 一齊來做個測試 OK 我們首先拿一張條型馬 是 大家看一下 這個呢 就是我用手機拍下的條型馬 是非常之清晰的 可以對比一下 那現在呢 我就會用這個條型馬 試一下 開這個儲物櫃 看看能否開到 是開到的 嘩 一聲 儲物櫃就打開了 調查員不相信真相 接著又做一次實驗 但二次實驗 儲物櫃依然是很容易被打開 嘩 師傅實在太神奇了 我到現在都不敢相信了 原來呢 用手機拍下條型馬 你真的可以打開儲物櫃的 通過兩次實驗 用手機拍攝的照片 確實可以打開超市的儲物櫃 這個是不是就是說 所有的儲物櫃的門 都可以通過這種方式來打開呢 那調查員又來到 第二個有儲物櫃的地方 到底是什麼地方呢 那我現在呢 就來到一家電影院這裡 我們可以看到 已經有很多新的電影上映了 欸 導演 我們先看看電影吧 開玩笑別那麼嚴肅 好嗎 我知道今天是來做事的 那不知道電影院的儲物櫃 我用手機拍下它的條型馬 又可不可以打開呢 說到無謂 行動最實際 我們馬上開始測試 我現在呢已經非常清晰地 用手機拍下了條型馬 馬上來試試看 看看可不可以打開 打開了 大家看一下看一下 通過第二個地方實驗 用手機拍下條型馬 同樣可以打開 所以用手機拍攝條型馬 這種方式是可以打開儲物櫃的 不行 我要馬上打電話給小偉知道 喂? 小偉啊 嗨 奇奇你好 好 我跟你說 經過了我的調查 我覺得你的電腦不見了 很有可能是因為你的條型馬被偷拍了 好 哦 我原來刺到你了 好的 找到也找不到 嘩 不是吧 你真的看得開嗎 那現在我有個問題 我自己又經常忘記拿東西 但是我又有個朋友在超市裡 有一個行動的 我叫他拍攝張照片 叫他幫我拿 你覺得這樣行不行 這樣嗎? 那我要證實一下才行 為了調查清楚用手機傳輸一次之後 可不可以打開儲物櫃的門 調查員又回到了超市的儲物櫃 同樣找到了修理儲物櫃的大叔幫忙實驗 調查員碼的相片經過了一次的傳輸之後 可不可以打開儲物櫃呢 我們馬上再來做個測試 那我現在會拍下師傅手上的這張照片 然後我就會把這個調查員碼的相片發給師傅 OK 完成 現在師傅已經成功地接收了我的調研碼相片 那現在我們就會用這個調研碼相片去開儲物櫃 看看開不開到 又打開了 原來調研碼相片傳輸了一次 也就是可以打開儲物櫃的 實在太低人驚了 通過調查員的實驗 就算照片傳輸了一次 也是可以打開儲物櫃的門 看來以後朋友不僅是代購插屏 代取東西都可能被插屏 不過打開還打開 那為什麼用手機拍了相片之後 是可以打開的呢 這個是什麼原理呢 因為那個超市的門一般掃描的都只是那個調形碼 不管是紙字的還是手機拍下來的照片 只要它那個調形碼是一樣的畫 這個就跟微信掃描的二維碼 通過了調查我們可以知道 無論是被人偷拍 因為自己拍都好 都是可以打開超市儲物櫃的 那對於這個問題既有利又有幣 那不知道超市的管理人員又是怎麼看的呢 這些就根據顧客自己的需求 他什麼狀態的話都是可以的 不過就不要練到超 最好就拿自己的手機拍清楚一點 最好 所以說任何東西都是利和幣 兩方面共存的 而對於儲物櫃的調形碼 是方便我們自己拍下的同事 如果你不小心被人偷拍了 那很可能就會打開我們儲物櫃 拿走我們的東西 所以說大家在拍下調形碼之後 千萬不要亂扔 按照這樣的邏輯去推的話 那譬如說一些高級的設備 例如說一些保險箱 是需要我們的指紋去打開的 那如果被人偷拍了我們的指紋 那就等於可以打開我們的保險箱 這個理論上是可以的 如果我們按照現在的設備來說 要做到這個這麼緊密的程度 能把人的指紋這麼精細地拍下來 這個需要的儀器的要求是很高的 所以一般情況下是做不到這樣 看來都是古人老子說得對 慢慢雙聲雙刻 科學技術可以令到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便智 但是被我們帶來便智的同事 也都帶來了科學技術之間的相互對抗性 就好像調形碼和電子上 電話響了 導演能不能等一下自己的電話 喂? 小偉 是呀 好 好 你打電話響了我問你有什麼問題 沒有 因為最近比較關心小票 但網上有人就說 小票會令你不知癌 我想知道是不是真的 不是 過學癌 是真的 那會很嚴重的 隨後 調查完上網查詢相關資料 還真的有 小網友表示 小票是可以令人致癌的 而且還有新聞報道 比如說昨天在網上有一則 小心 超市購物小票寒雙分A可致癌的帖子 引發了社會的關注 網友們驚呼身邊的隱形殺手無處不在 這消息是這麼說的 購物小票中寒的雙分A 可以通過皮膚進入人體 影響人的生殖系統 網友和新聞報道 小票可能致癌的最大原因 就是因為小票當中有一種物質 叫做雙分A 就說到這種物質可以致癌 那麼這個世界講什麼都有 你說 一張小票就可以致癌 各位朋友 你們怎麼看 那個應該不會吧 曾經有聽說過 但是這方面不會太注意 因為景點接觸很少 我不覺得 因為都是拿了而已 都不是入了體內 沒什麼事吧 不會出來吧 應該沒聽過 不會吧 我覺得會 因為很臭 我覺得調查過才知道 因為都沒有研究過 看來大部分的朋友都不相信 一張小票就可能會導致癌症的產生 其實我個人都很好奇 網友就說到雙分A可以致癌 那其實雙分A是什麼來的呢 對我們身體又會有什麼危害呢 雙分A呢 雙分A呢 日常呢會被用在那個塑料中 它呢就會使得那個塑料比較堅固 耐用 而且呢比較輕輕巧 還能使那塑料比較透明 小票上面有一層 一層五層可以使得它在受熱的情況下面顯色 然後打出小票上面的字 這個雙分A呢對人體呢是存在著多種的危害 首先呢它會影響小孩的發育 特別是腦神經之類的發育 然後呢它會對成年男性的生殖功能呢 造成影響 還有會對胎兒 就是孕婦中的胎兒呢 會有可能自肌 就是變成肌心 雖然目前的科學對雙分A的研究 不是很前提 但是還是定義為微毒化學品 而且其影響著人的生殖系統 還可能導致胎兒肌肉 和男性女性化 既然影響這麼嚴重 那麼到底超市的小票當中 有沒有雙分A這種物質呢 如果真的有的話 那又是多少呢 那調查員奇奇 將小票送到了中國科學院檢測 檢驗員先將小票用膠剪剪碎它 然後量取100毫升的無水月純倒入燒杯 令到雙分A可以溶解 放置15分鐘之後過濾溶解的溶液 之後再用無水月純定量 最後用專業的成份分析而檢測它 最後結果出來了 不過中科院為我們提供的兩個數據 一個數據是15毫克每kg 而另一個數據是0.103千克每立方 那麼這兩個數據是什麼意思呢 提高只是低 國家或者國際對雙分A又有什麼標準呢 這個數據是很高的 這個15毫克每千克呢 是超出了國家標準的25倍 但是呢我們是按照面積計算 這個0.103毫克每平方一米呢 它是像我們平常日常人接觸的 手指那麼大的一個面積 而這個量呢是比較安全的 國際的那個標準呢就是 3分A人體每日的攝入量呢 就是50毫克每千克每天 也就是一個成年人按照 50千克的體重來計算的話呢 一個人每天呢 最多不能好 攝入超過2.5毫克的3分A 也就是說我們需要吃下166克的單據 而且小花得很好 這樣才會超標 專家告訴我們 其實這個含量雖然超標 但一般對我們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雖然我們平常接觸的人不多 但是導購員和生產這些 含有雙分A產品的人呢 每日都會接觸很多小票的 那麼小票當中的雙分A 又會有多少被試入體內呢 我們又做了一個模擬實驗 通過沙布磨擦實驗 小票中大概有22.87%的雙分A成分會遷移 也就是說你用手磨擦小票 小票中的雙分A就會有22.87 塞入你的皮膚 那麼這個遷移率 會不會導致導購員 使用過多的雙分A 從而造成危害呢 這個數據應該是挺高的 不過因為按照我們日常生活之中 我們也不可能做到這麼強烈的去摩擦這個小票 因此它的遷移到我們手指上面的量 應該是微乎其微的 只要他們勤洗手的話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雙分A它被皮膚吸收還是需要一個過程的 只要這個時間不要太長 即時把它充洗掉 那對身體健康應該沒什麼影響 專家同樣告訴我們 其實現實中不會有這麼多的雙分A時間看來的 但是俗話說不怕一萬就自怕萬一 生活中除了小票會含有雙分A 還有哪些票會含有雙分A的呢 那為了起到防禦作用 我們有什麼需要注意呢 除了超市小票以外呢 還有低市票、銀行小票 還有我們一般用的傳真機出來的紙 都是會含有雙分A的 盡量不要長期的接觸小票 而且需要勤洗手 錢包裡面有一些存放過長的小票 應該及時清理掉 還有一些年輕人 他喜歡把小票掉在嘴裡 這一種也是比較危險 很容易涉入大量的雙分A的 所以在生活當中 不單止超市的小票當中含有雙分A 一般銀行取錢的憑證 一些帳單都含有雙分A的物質 而危害最大的都是那些 在工廠為我們生活提供建利的生產工人 他們如果生產雙分A的相關產品 每天不單需要接觸大量的雙分A物質 而且還有可能吸入體內 歡迎各位參與本期的有獎問答環節 本期的題目是 用手機拍攝的超市小票條型碼照片 是否可以打開儲物櫃呢 A可以打開 B打不開 在本期的節目當中 我們就為大家調查了儲物櫃的安全問題 以及小票是否真的會致癌的問題 相信看了我們今期的調查之後 各位觀眾一定都有所了解 所以說大家平時在用儲物櫃的時候 一定要多留個心眼 千萬不要被人趁機拍下你的條形碼 如果本身工作就跟小票息息相關的工作人員 在工作的時候最好戴上口罩和手套 以上就是今期生活調查團的全部內容 如果你在生活上面有什麼疑問 想向我們調查的話 可以登錄新郎微博又或者微信 告訴我們 同時你可以通過這兩種方式提出你的意見和建議 最後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一定要參與我們的有獎問答 封口的獎品等著你 獎品內容物大公開 在今天的節目裡面 我們帶大家參觀一下 有獎問答環節的獎品製作流程 在現場 好奇的奇奇還隨機做了大米的測試 黃老師我覺得這兩種米不錯 跟我們平時買的都差不多 你看 顏色都是白色的 用眼測試大米新鮮度 究竟可不可靠 用科學手段檢測下 就知道了 有了獎品 食品安全檢測就變得很簡單了 一取少量米放入容器 二倒入清水浸泡 三放入獎紙兩分鐘 四結果對比 偏橙 但是它沒有到紅的地步 獎紙顯示 看上去新鮮的大米 其實是奸商加工過的陳米 它的獎紙越黃 或者是越綠 如果是綠色的話會更加好 綠色的話就會表示這個大米 其實是很新鮮的 獎品套在裡面 除了大米 還有醬醋茶油 各種日常生活用品檢測 而且操作簡單 老少行義 快點交我們的微博微信答題 贏取獎品吧 過時不後的 謝謝 謝謝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